每日一字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这个字 它的读音是 依然演 么演免 它的读音同免费的免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道菜 跟这个字有非常大的关系 湖北省有一个地方 叫做缅阳县 但是现在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了 它被改名为仙桃寺 那仙桃寺里面有几个遗迹 一个叫做缅阳古城 还有一个是陈友亮故居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珍珠丸子 就跟这几个地名人民 有很大的关系咯 缅阳这个地方在古时候 就非常有名在三国时期 它是属于荆州和南郡的地界 著名的赤壁之战 就发生在缅阳的南部 而缅阳又号称现在中国的 珍菜之乡 鱼肉蔬菜无菜不增 其中最有名的叫做缅阳三珍 缅阳三珍是哪三珍呢 粉蒸肉 珍珠丸子 珍白丸子 而其中三珍之首 就是珍珠丸子了 大家听到这里 应该就知道了 这道菜就是标准的卷春菜 小时候偶尔能吃到 好像爸爸妈妈也会做 邻居的妈妈也会做 可是现在好像从菜单上消失了 好久没吃到 我跟老婆讨论了一下 哎呦这道菜赶紧来做一下 回味一下 以前的情景 我小时候怎么吃这道菜的呢 通常在我们家 因为小时候吃不起肉嘛 都是过年的时候做那个 狮子头 狮子头做完之后 留下一点点肉 就把它捏成小丸子 那个小肉丸再加上一些蔬菜 有的时候加笔杞 加莲藕 有的时候加芹菜 加葱 用柴片的比较大一点 就沾着那个糯米 然后拿去蒸 哎呀那个可香了 在我的印象当中 晚上每个人可以分到一颗 假的口水都流出来 第二颗就是要等到 第二天带便当的时候 便当里面会有一颗 放在那个白饭的正中间 那个时候觉得这个真是 三珍海味 炸好的那个丝头 就要流到过年的时候 才能够吃了 而我们刚刚讲到 缅羊里面有一个 陈有亮故居 对不对 好久没讲历史故事了 花点小时间 讲个历史故事吧 珍珠丸子或者是缅羊 三成到底是怎么来 谁发明的呢 跟这个陈有亮有关 听到陈有亮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其实他是元朝末年时候 各地农民起义 其中一支分饰非常浩大的 起义军的收领 叫做陈有亮 在金庸的笔下 在倚天屠龙记里面 把他说成是什么 反叛名叫的一支起义部队 后来被朱元璋给干掉了 我后来看了小孩子的历史课本 不知道哪几件的历史课本 里面还有写到那个谁 陈有亮 他的水军非常有名 就是他攻克了湖北 缅羊这个地方之后 他看到当地的百姓 或者是跟随他起义的农民 伤的伤 累的累 几乎都是营养不良 他的老婆就是灵机一动 把各地送来的鱼肉蔬菜 用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沾上当地的米粉 沾好米粉之后拿去蒸 给所有的百姓和士兵吃 结果大家还真的身体很快就好了起来 从此之后当地的百姓 特别喜欢吃这个蒸菜的口味 也就逐渐流传开来 所以珍珠丸子啊 黑还脱了陈有亮老婆的福 才流传到现在呢 好话不多说 很快的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我老婆 来分享一下 属于我们家的珍珠丸子 老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玉璐姐 今天要做的这个珍珠丸子 我印象中是我国中的时候 第一堂朋友课是包水加 第二堂应该就是珍珠丸子 所以你看 我们那时候才国中 就已经在教珍珠丸子 可是这个料理 其实应该算是一个很简单的料理 而且是非常有名的菜 好 先看一下这个绞肉 好 静头靠近一点 这个我是买现成的绞肉回来 好 它是这样子一颗一颗的 但是我们要做像这种珍珠丸子 或是刚才讲的狮子头这一类啊 其实我们自己肉回来还是要再剁一下 好 所以等一下我会稍微再把它剁一下 剁到它出筋以后 我们再来处理它 那我们自己先剁一下 因为真的很吵 你看哦 就是要剁到像这个程度 有点黏 起黏了 这个就是起筋 那很多朋友会问说 这个猪绞肉到底要买哪一个部位的肉 来做比较好 其实像我在买啊 我这个是在道润发买的现成的绞肉 所以其实我也不晓得它是哪一个部位 可是大家如果去市场买的话 其实坦白讲我就是买最便宜的那一块肉 然后再请老板再配肥油 那瘦肉跟肥油 它一般就是大概7 就瘦的7肥的3 因为其实你剁在一起 你去买很贵的梅花肉什么来剁就可惜了 因为剁碎了以后其实真的没有差别 好这个已经剁好 我们先放旁边 再来我们来弄一些葱姜水 这个是葱 就稍微把它拍一下 然后这个姜也是一样 现在切开以后 然后我们也是稍微把它就压一下 把它的纤维压开 接着就放到这里头来 泡葱姜水 对 其实我们一般在处理肌肉的时候 都会打这个葱姜水 这个抓一抓它味道就会特别香 然后有些人会直接把那个姜切丁放进去 但是我觉得那样子的口感 就是你吃得到那个颗粒 其实还是用葱姜水 我觉得会比较滑顺一点 好 这个葱姜水我们就先摆在旁边 接着呢 我在里面加一些芹菜 因为很多人是加地芹 对 或莲 对 或莲 但是我不喜欢 就是脆脆的那种口感 我觉得很怪 我自己不喜欢 然后再来就是啊 我觉得加了一些这个蔬菜 在里头 你的那个 就是丸子吃起来不会就是只有肉肉 就是多了一个清晰的感觉 老婆你多吃点 要勤快 哈哈哈 现在这个芹菜 已经切好了 我就把它移到这个肉里面来 这芹菜切得蛮细的 我把它切得比较细一点 对 然后再来我们就要来调味了 调味的话我们就是先加一点点这个葱姜水 葱姜水我们先加这些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先把它抓拌一下 还是要打点水进去 对 而且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肉啊 就是再搅 不要用什么筷子 汤匙 你就用手 那我戴手套是因为我不喜欢指甲里头有那个肉米 所以我才戴手套 那你不戴也没关系 然后这样吸完以后你就再加 好 再打 好 这样子把它再打一下 摸一下 对 这个其实手很酸很吃力 然后我还要加一些这个米酒 米酒其实也是去形容的 对 看我老婆手的肌肉 线条 对 再打 所以我如果跟他打一下铁叔 大家就知道为什么 我们很少吵架的原因 你看这样 然后这样子就再加 好 我就两拳下 其实大概啦 一台斤的肉 大概可以加到100cc的那个葱姜水 是没有问题的 加太多也不好 加太多那整坨肉太软太流动了 对 你就包不成形 就是它捏不成形 对 好 这样可以了 好 再来我们现在来调那个味道了 好 因为我们已经加了凝酒 好 那我们现在加一点点的 蚝油 提鲜 不用太多 好 不然整个黑黑的也不好看 对 它变成黑珍珠 对 不然 然后咸度会不够 所以我补了一些盐 这样 然后再来呢 呦 你到我的手上 再来的话 我们加一点点 这个是 鸡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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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粉一点点 然后再来胡椒粉 胡椒粉一定要 但也不要太多 好 去腥而已 底头我再打一颗蛋 现在蛋应该比较好买一点点 对 有国外进口的 好这样子 这样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些打均匀 打均匀 我们这个肉馅就算调好了 好 嗯 最后呢 补一些香油进来 其实我觉得香油加上去整个风味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 这样子啊 好香哦 香味就出来了 对 加了盐跟香油整个就提上来了 你看我现在弄这样一小多的肉 对 好 这个我要把它拿去围剥 围剥大概20秒 然后等下先试吃 你就先吃看它的咸度够不够 咸度不够还来了几步 好 你看我们在做这个肉丸子的时候 你这样看 其实已经看不到肉块了 所以我才说还是要剁一下 对 好 这样 口感也比较好 对 这样子转一转以后 我们就先把它放在这个糯米上面 现在用的是长糯米 如果你要用圆糯米其实也可以 只是大部分我们在做咸的东西的时候 一般是用长的糯米 这我已经泡水 泡了4个小时 一定要泡透 不然等下在蒸的时候 蒸不熟 对 最怕的就是 你的那个 珍珠丸里头肉很软 但外面的米就是硬的夹伸 那个就很扫兴 所以泡水时间一定要够 这样子 先弄个几个在上面以后 好 然后我们再放米上来 好 才不会你一个一个做 等下手又是一堆的米 你要去弄那个肉就不好弄 好 这样子 好 把它 这样子 甩来甩去 这样米 它就会黏肉 黏得比较紧一些些 所以珍珠丸子也有人 叫它糯米丸子 对对对 糯米丸 老婆你看 嗯 你觉不觉得它像什么东西 像什么 你觉不觉得像宠物店里面那个 白色的刺蜗 有吗 有 超像的 它生出来的白刺蜗就这样红红粉粉的 好了 最后一颗 这样全部都搞定了 你看 我这边啊 全部做了20颗 哇 看这样子 好 这边是一斤 一台斤的猪肉 糯米 我大概也是泡了差不多一台斤 其实它糯米一定要泡的够 如果你泡的不够啊 你临时米不够的时候 你其实真的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这再一泡要四个小时 对啊 对 你看我们这个蒸笼啊 它原本的孔其实很大 嗯 那我上面铺了这个是蒸饭筋 这样子它米才会整个掉到下面去 那水开了 一定要是开的哦 水滚了以后 现在上来 好盖子盖下去 蒸20分钟 什么火 大火 好嘞 计时开始 哇 20分钟到了 我现在已经关火了 哦 怎么多一层啊 上面这一层就是我们刚才多的那个油饭 哦 对 然后我就把它拌了一些油 多的糯米饭 对 酱油 这些 就变油饭了 对 就变油饭 来走 看这边 重点在这 好漂亮 哦 哦 刚看起来扁扁的 现在长起来了 真的像刺蜗了 一根一根 有像 对 我现在觉得像海胆 哈哈哈 准备上桌 GO 好 现在能不能换个容器 做点装饰 整个菜的档次就不一样了 嗯 就差很多了 嗯 好看多了 嗯 哇 超漂亮啊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个真的让我们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 这比小时候更漂亮 小时候妈妈哪有时间做这些装饰啊 可是装饰一下 你看档次就完全不同了 咱们赶紧来试一颗看看好不好 嗯 哎呦 非常漂亮啊 嗯 我们把刚才那个芹菜 嗯 加上去 加上一点辣椒 嗯 不辣的辣椒 切碎 我知道很多人在装饰的时候 现在会加一颗枸杞 泡过水 或泡过酒 可是我们觉得味道不大 不是中药 这样都做起来好 嗯 嗯 哇 这糯米真的刚刚好 糯米 糯米非常的软糯 那中间的肉非常鲜甜 嗯 真就是个软糯鲜香 虽然不能说是那个入口即化 但真的咬起来 非常的嫩滑好吃 嗯 糯米还是有点湿润 搭配的肉才会比较好吃 就是这个味道 嗯 好久没吃了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 蒸鱼丸子的味道 哈哈哈哈 嗯 你看用蒸的菜 真的是非常简单 不容易失败的菜 嗯 而且做起来非常漂亮 在台湾啊 湖北馆子不多 而且现在中餐厅里面 真的很少会看到菜单上面有 珍珠丸子啊 你小时候的 回忆只有靠自己和老婆的双手 再把它重新拾回来 动手做一下 非常非常好吃了 嗯 张信办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我们儿时眷村的回忆 珍珠丸子 就到这里咯 咱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